马拉威是世界最贫穷 且低度开发的国家 9成5人民的日常 都犹如中世纪生活 主食只靠玉米 但当玉米欠收 或是要吃蛋白质时 人们就会到田里找食物 这里在马拉威 我们在吃这些鸡 我们在吃这些鸡 这是马拉威的食物 对我们来说 真是震惊地难以想象 反对食物缺乏的马拉威人来说 去世餐桌上的美食 我们在搜索 要找到哪里居住 好 然后几分之后 我们放在山上 有点像风干的老鼠 老鼠串成街头小吃 也是马拉威人赚外快的方式 这几个孩子一放学 第一件事就是抓老鼠 他们就下课之后 然后到田里面 去找这些田鼠 通常他们会吃这个 这个 几十年来 马拉威饱受艾滋病和瘧疾折磨 好不容易在国际援助下 平均症命逐渐提升 但贫苦饥饿 依旧让马拉威人 在死亡与未来之间摆荡 春了非洲最失落的国度 东森新闻 舒某兰 陈一松 在马拉威的采访报导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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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